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家事 国事 天下事 事事 关心 大家好 我是老金 今天是3月5号了 老金因为疫情的原因还在兰州 没回成都 现在疫情的数字来看 我们国家基本上已经把它给控制住了 现在全国每天也就有100多人新感染的 而且主要都是武汉的 但是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就很麻烦了 现在韩国已经快6000例了 日本3000多 还有意大利也是差不多3000多 国外确诊的已经是1万多例了 我们国内的问题解决了 但是现在国外又爆发 这个简直是有点可怕 而且针对新冠肺炎现在没有特效药 全靠这个扛过去 身体扛过去就能置业 这是个很可怕的一件事 今天看新闻呢 伊朗现在是大规模爆发 然后国内国家专门包机 从伊朗接我们的这个公民回国 但是很让人想不通的是 这些人回来了都在兰州新区作为隔离 第一批146人已经昨天就到中川机场 然后在新区那边组织隔离的 但是这100多号来了以后 如果要有什么纰漏就很麻烦 因为现在最近 因为兰州这个没有什么爆发的新数字 所以人们都已经上街了 这两天我在企业上看到去买东西的时候 看到张耶路啊小溪湖等等 包括黄河边人满这一块 千万不要功亏一亏呀 因为家里的老人们全都在兰州 还有看到这个有解释说 为什么都放在兰州新区了 因为从伊朗接后来 然后甘青宁这边呢 这个兰州又属于 可是我想不通的是 为啥甘青宁三省都是比较集中的地方 干嘛要放在兰州啊 而且兰州新区机场在那里 这进出兰州 经过那里不是很危险吗 那欢迎朋友们一起来探讨探讨这个问题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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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